请收看 维心法语 如是我闻 委员禅师曾经开示 自古以来 宗教在世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也有许多人 把宗教看成是迷信 认为宗教就是赚世间财的团体 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宗教是我们心灵安详的一个法门 古圣先贤 诸佛菩萨 将他们心灵所开悟的妙法 给众生作为明灯 引导大家从黑暗中走向光明 这是非常好的教法 而一些没有善知识的众生 用一种怨恨与嫉妒的心 把宗教家所说的真言 看成是欺骗 若有这种想法的人 内心已经走入黑暗了 人在世间可能这一刻生活得很富裕 有权有势 没多久可能就生病了 或是今天很有钱 明天却破产了 这些都是无常 世间所有的事物都不会永远存在 所以要如何建立安详清静的心灵 只有依照古圣先贤的妙法 去体会跟学习 如果各位心中有烦恼 可以来学习一经心法 让大家对自己的人生 对整个娑婆世界 大宇宙虚空 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相信我们的心就会更接近安详的境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